生日那天,江雀说送我一个礼物,我摸了摸耳朵上的助听器,满心期待,我也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可当我推开包厢门,里面不止有江雀一个人,坐他旁边的沉溢妆容精致,见我进来,他像个主人一样招手, 快来坐,江雀说今天是你生日,我就过来了,多一个人,你不会介意吧?江雀一脸无奈,他非要来,我哪拦得住?但以前从来都是我们两个人过的,他明明知道我不喜欢人多的场合,只是沉溢一句话,他就变了态度,我沉默坐下,讽刺的是,江雀坐另一边,沉溢坐中间。 他把放在桌子正中间的蛋糕推向我,别愣着呀,快许愿。沉溢是江雀的女兄弟,好哥们,他们可以大大咧咧地勾肩搭背,而我只是被江雀碰一下手都会脸红大半天。 我们的娃娃亲是两家长辈从小定下的,很多人都知道,每到这个时候就会有人打去,江雀快把你的小媳妇领走,江雀配合地牵住我,走吧,小媳妇。 那么羞耻地称呼他,喊得太过自然,我以为他也是喜欢我的,可沉溢出现了,他轻而易举地进入江雀的圈子,和所有人打成一片, 然后穿着漂亮裙子,画着精致的妆和我说,我和江雀啊,就是好兄弟,我们要是有点什么,早在一起了。 想到这里,我的胃里一片翻涌,忍不住站起身,我去趟卫生间。 江雀立刻看过来,没事吧? 而后被沉溢打断,哎呀,女孩子的是你少管,蛋糕都堵不住你的嘴,江雀挑眉,一把固住她的脖子,沉溢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呀,很快就忘了我。 他们打闹起来旁若无人,当真像一对好兄弟。 我的胃里越来越难受,转头出了包厢,用冷水洗了把脸才好受。 我想,我该和江雀认真谈谈。 我实在不喜欢陈毅,他能不能为了我,保持一点距离? 一点点也好,毕竟没有哪些异性兄弟靠那么近。 可当我走进包厢,刚推开一点点门的时候,我听到陈毅问。 我说,你该不会真喜欢祝九吧? 他那个样子实在是,祝九是我的名字。 我下意识捏住门把手。 如果是以前,江雀听到别人说我,直接就会翻脸。 可这次,我等了很久。 很久后,江雀漫不经心的声音传出来。 我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残疾? 就是看他可怜而已。 我和江雀两人的爸妈是非常好的朋友。 后来各自生下一男一女,干脆订了个娃娃亲。 江雀越来越优秀,可我的耳朵却有先天性缺陷。 好在他从不介意,从小我就喜欢跟在他屁股后面。 他总会打跑所有欺负我耳朵不好的人,然后戳我额头。 祝九九,没有我你可怎么办呀? 但此刻,他的这句话像一根刺,猛地扎进我心里。 我从来没想过,那个曾经说没有他我怎么办的少年。 原来也是嫌弃我的,陈毅眼尖地发现我,笑咪咪地喊,你回来了,快来吹蜡烛。 江雀见我在门口,先是亚义,然后仰起唇角,住九九,你的生日愿望还没许。 住九九,只有他会这么叫我,轻易地带着碟字的昵称。 我坐下后,江雀绕过陈毅,挨到我身边,语气里有几分试探,你刚才没听到什么吧? 包厢里所有的灯都灭了。 我真该庆幸于他看不到我的脸色,故作轻松地说,离得那么远能听到什么?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耳朵不好? 顿了下,我反问他,难道你们说了什么我听不得的事? 打火机扑得亮起。 硬衬江雀一双眸子,星光熠熠。 他的眉头骤然松懈下来,怎么可能? 他仔仔细细地点燃,一共二十二根蜡烛,支起脑袋笑盈盈看我。 许个愿吧,住九九。 我还有礼物送你,我原本也有好消息告诉他的,我的耳朵治好了,我第一个想告诉的就是他,但现在好像没必要了。 眼睛酸涩,我怕我下一秒就会控制不住流出泪来。 我闭上眼睛,双手核实许愿。 二十二岁前,我的愿望是治好耳朵,能配得上江雀。 二十二岁后,耳朵治好了,我希望永远不要再见到江雀,只是这个愿望注定不灵。 在睁眼,江雀还坐在我旁边。 这一刻,我和他对视,他的眼里都是我,假象,骗子。 江雀神神秘秘地掏出一个盒子,住久久,猜猜我的礼物。 我站起身,打断他的话,我不想猜,没事我就先回去了。 江雀的笑意一点点僵在脸上。 我走出包厢,江雀愣了好几秒,也跟了上来。 但我先他一步坐进车里,直接喊师父开车。 最后一眼,只看到江雀气急败坏的脸。 我摸了摸眼睛,这才发现全是泪。 头顶突然响起一道戏谑的声音,哭得好可怜啊。 我猛地抬头,对上双似笑非笑的眼睛。 出来玩一圈,都能碰上江,却欺负你。 还打到同一辆车,你说这是不是缘分? 我想了很久,才终于想起他是谁。 江雀的死对头,尸楼。 这两个人打小就成绩相当,相貌家事相当,难免被放一起比较。 比较得多了,就开始互看不顺眼。 江雀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所以我也不待见尸楼。 没想到在最尴尬的时候碰上,手机滴滴响了几声。 陈毅给我接连发了几条消息。 你凭什么黏着江雀? 就凭他和你有娃娃亲? 我们本来约的游戏,现在都被你毁了。 祝九,你要不要脸呢? 尸楼也看见了,他吹了个口哨, 这不是那个绿茶经吗? 他甚至跃跃欲试,来,我帮你对他。 我没理,敲了几个字回过去。 你凭什么犯见? 就因为你是贱人吗? 耳骨突然被碰了下, 我差点原地跳起来。 十楼哑声笑出来,你的耳朵好了。 他的手里赫然是我的助听器, 从刚才开始就带歪了。 但和我说话很流畅嘛。 我抢过助听器,关你什么事。 这时候,车子也停了下来。 我家到了。 我急于摆脱尸楼,想也没想就下车。 刚一下车,手腕就被一把钻住。 我回头,竟然是江雀。 他的黑发凌乱,头盔扔在地上。 他是开着机车一路飙车过来的, 比我更早到我家楼下蹲我。 看见诗楼,他眼睛顿时就红了。 你撇下我,就是为了和他在一起。 住酒酒你有没有搞错? 你知道我为了你这次的生日礼物 费了多大功夫吗? 我真是太惯着你了。 我被他钻得手腕生疼,但这点疼抵不过我心里的万分之一疼。 江雀。 我深吸一口气,十分勉强地放缓音调,努力让自己不要那么像个泼妇。 其实,我一直在想,你是不是也和那些人一样? 嫌弃我是个残疾。 江雀身体猛地僵了下,扯了扯嘴,我怎么可能? 我摇头。 他目光稍着般地看向我,不说这个了,你看看我送你的礼物。 那个盒子被主人细致地包好,现在又被暴力拆开。 是个崭新的助听器。 江雀扬起脸,我脱了很多很多关系,终于买到了。 你听我说,这个比你原来的好太多? 有了它,以后你的耳朵就和正常人一样了。 说完它就想帮我戴上。 十楼看够了戏,毫不吝啬地啪啪鼓掌。 哎呀,难道某人还不知道,住酒的耳朵早就好了。 他幸灾乐祸地看着江雀。 不会吧,不会吧,攥着我的手一松。 我抬头看,江雀的脸色煞白。 他瞳孔张大,止鼓咯咯作响,终于注意到我的耳朵上根本没有带助听器。 他张了张嘴,想到什么。 那个时候,你听到了。 从小到大,江却一共问过我三次你听到了。 第一次是小学,我耳朵不好,说话也不利索,别的小朋友看怪物一样指着我笑。 他是笼子。 笼子。 我把自己缩起来,小江却一阵风似地跑上去揍他,我看谁还敢说他。 那时候是几岁? 六岁还是七岁? 小江却问我,你听到了? 听到就好,记住这个人,下次再说,我还揍他。 他仰起下巴,像个打了胜仗的小将军。 住久久,有我在,谁都不能欺负你。 第二次是高中,有个男生和我表白。 被我拒绝后,他恼羞成怒。 一把砸了手里的花,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喜欢你是给你面子,一个残疾还挑上了,也不照照镜子自己配不配。 花瓣蹭过我的耳朵,助听器也掉到地上。 江却不知道从哪窜出来,一拳把他揍到医院。 后来他背了处分,还在我面前乐呵,你听到了? 别听他胡说,我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我可不是特意跟过来揍他的呀。 十八岁的江却倚着栏杆,夏天单薄的校服被风吹起一节,美好的像梦一样,他肆意地喊。 祝九九,你记住,是他不配,但你配,你配最好的。 而现在,江却第三次问我,你听到了。 可这次不再是为了保护我,而是为了他的心虚。 人生二十二年,好像突然就变了。 我看着面前红着眼颤抖问我的江却,最终摇了摇头。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到。 承蒙他照顾二十年,我给他三次机会。 第一次是包厢外听到他嫌弃的话,我问他,有什么我听不得的事吗?他否认。 第二次是现在,在他的死对头面前,我心甘情愿装听不见,维持他的颜面。 江却的神情终于放松了下来,他惨白的面上恢复点微不可查的血色。 我就说,你的耳朵好了,怎么可能不告诉我? 他笑了下,眼里有一丝不屑,又怎么可能轮到诗楼来说。 他把助听器重新拿起来,我给你戴上,我的礼物你肯定喜欢。 我顿了顿,低下头,目光贴到诗楼时,没有错过他眼里的嘲讽。 他斜斜倚着车门,欣赏我的自欺欺人。 最后常常吃笑一声,感情真好。 江却恶狠狠地瞪回去,诗楼,这笔仗我记下了。 诗楼坐回车里,索然地说了句,以后再管你我就是狗。 我知道这是对我说的,江却不知道,冷漠地看他扬长而去。 他想牵我的手,被我躲开。 于是只当我和以前一样害羞,他做出痛心疾首的样子。 住久久,你都二十二了,以后我们可是要结婚的。 你怎么忍心? 是啊,我们本来是要结婚的。 他怎么忍心? 我回到卧室,江却还在楼下站着。 而我的手机里收到一条录音消息。 陈毅发来的,我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残疾? 就是看他可怜而已。 陈毅怕我没听到,贴心录下来给我听。 我看了眼窗外,江却还在楼下站着。 他朝我招了招手,做出个笔心的动作。 俊朗的面孔那么富于少年气,一双眼天真又残忍。 江却真的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 江却和诗楼在台球馆打了一架。 我赶过来时,陈毅正扶着他往回走,身后还跟着他其他好兄弟。 他们满脸习惯地看着两人贴在一起。 路过我时,陈毅理所应当地喊,让一让,你挡路了。 江却本来冷着脸,骤然看到我,下意识收回被陈毅掺着的胳膊。 你怎么来了? 我还没说话,陈毅就阴阳怪气地开口,你还有脸来呀。 还嫌江却被你害得不够惨吗? 陈毅,江却警告性地看他一眼。 我皱眉,什么意思? 陈毅面露委屈,这次轮到江却其他好兄弟义愤填膺地质问我。 嫂子,你明知道江哥和诗楼是死对头, 你怎么能靠近诗楼呢? 什么靠近诗楼,你别是看上他了。 一个江哥还不够吗? 你就这么喜欢看两个人为了你打架? 就因为你,我们都被记过了。 一句比一句激动。 他们不满地看着我,好像这些罪名已经是真的。 陈毅被簇拥在中间,冲我露出个挑衅的笑。 我冷眼盯着他们。 你们都去打架了。 对呀,都是兄弟,我们怎么可能干看着? 我指着衣服整洁的陈毅,那他呢? 那种场合,怎么能让陈毅上? 他好歹是个女孩子。 女孩子,没事的时候是兄弟,有事了就变成女孩子。 我点点头,他不也是你们的兄弟吗? 他们被掖住,火气蹭蹭往上冒。 嫂子,我们喊你一声,嫂子是给江哥面子。 没了江哥,你算什么东? 江却立声打断他们,够了。 我和诗楼的事,怪他干什么? 他不耐烦地让所有人散开。 陈毅不甘心地喊了声,江却没看他,出去。 等到只剩我们两个人了,江却腿软一样,靠到我肩上撒娇。 别听他们胡说,等我以后收拾他们。 他摸了摸我耳朵上的助听器,轻声说, 住久久,我有点吃醋。 你以后别和诗楼走那么近了。 我垂下眼睛,算近吗? 只是刚好打到同一辆车,又不是抱在一起。 江却眉头紧锁,声音拔高,抱在一起。 住久久,你有没有点自觉? 我们是娃娃亲,将来是要结婚的。 他是那么生气,好像我多么对不起他。 我很淡地笑了下,你问我有没有自觉? 那江却,你有吗? 轰隆。 一声雷劈下,外面毫无预兆地下起暴雨。 我疲倦地叹了口气,伸手推开他。 江却只是轻微晃了晃,很快站直身体。 我看着他,你看,你明明可以自己走,偏偏要沉一掺着。 你有那么多好兄弟,可你还是选了他,你真的这么缺他一个兄弟吗? 江却的脸僵住,黄黄然注视着我,张了张嘴,却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伸手抓我的手,我和他只是,只是兄弟。 你想说,你们是好兄弟,好哥们,所以搂搂抱抱很正常。 我替他说完,这话你自己信吗? 江却嘴唇干涩得厉害,半天才勉强道,你要是介意,我以后离他远点。 现在不早了,还下了雨,我先送你回去。 他还想说点什么? 突然,尖锐的铃声打断他。 手机屏幕闪烁着陈毅的名字。 江却按断,第二通电话很快打进来。 在恩断,立刻又有第三通第四通电话,都是陈毅打来的。 江却紧张地看我一眼,可能有急事,我接一下。 我麻木地看着他接通,手忙脚乱肩,碰到免提。 陈毅受惊的声音清晰地传出来。 江却,你快来救我,我感觉有人跟着我,会不会是尸楼想抱负? 我好害怕,你快来。 嗓音挨碗七处,几乎立刻就会让人联想到他哭得梨花待雨的脸。 抓着我的手,急慢急慢松开。 江却眼神仓皇,陈毅可能有危险。 我。 他说不下去了,我得去找他,你先自己回家。 不,我让人送你。 我静静地站在原地,看他惊慌失措地套上衣服,看他不停回拨被陈毅挂断的电话,看他已经完全忘了我的存在。 然后他推开门,在瓢泼大雨里,毫不犹豫地迈出去。 江却。 我喊他,他没有回头。 雨越下越大。 我摘下助听器看了很久,突然觉得自己很可悲。 第三次机会,他终究是选了陈毅。 助听器被扔到地上,雨滴啪哒啪哒打下来,很快就裹上一层泥泞。 看我发现了什么? 一个被抛弃的小可怜。 吊儿锒铛的声音从头顶响起,师楼举着一把黑色的伞站在门外。 隔着一层羽目,他实实然注视着我。 你怎么在这里? 江却那个蠢货,以为我要害那个绿茶精。 说到这里,师楼露出个厌恶的表情,有被害妄想症吧? 打过来电话就是一通骂我,最后还忘了挂断,吼着让别人接你。 是他自己没挂断,我可没故意偷听。 他弯起嘴角,然后就听到一个小可怜的位置。 我懂了,你是来嘲笑我的。 不。 师楼表情严肃起来,开始巴拉巴拉一顿输出。 你这个猪脑子,我上次帮你你还不乐意。 装聋。 不承认自己耳朵好了,就为了江却那点可笑的自尊心。 现在好了吧,看看自己什么损样,离了他能死啊。 要不是我来了,你是不是还巴巴地等着江,却想起你? 你就非得靠他。 你要非得靠个人也不是不行,就不知道灵活变通换个人吗? 我沉默了几秒,靠你。 师楼滔滔不绝地输出卡住,瞟我一眼,咳嗽了几声,也不是不可以。 举着的伞朝我倾斜几分,一双桃花眼眨了眨。 他滴滴笑了下,如你所愿。 师楼是开车过来的。 直到坐上车,我全身干干净净,他自己淋湿了半边身子。 那把伞越来越歪,越来越歪,只差明目张胆写着故意的。 师楼倒是没什么所谓。 打开车内的空调热风,不知道从哪摸出条新毛巾,拆掉包装后递给我。 要是没有我,你打算怎么办? 他饱含同情,该不会就在那哭吧。 我无语,我有手机,我也能找人送伞,求求你别把我当傻子。 那你是怎么敢跟我走的? 师楼坐在驾驶位上,透过后视镜看我,将却说我要害那个绿茶精。 你都不惊讶,我会出现在这里。 我平静地开口,如果真有危险,陈毅应该报警,而不是打给江雀,他没那么蠢。 师楼哈哈笑,但江雀信了。 我侧头看向车窗,大颗大颗羽珠砸下来,然后汇聚呈现。 我的面容越来越模糊,是啊,这么浅显的骗局,但江雀信了,然后毫不犹疑地抛下我。 关心则乱,师楼回忆一声哼笑。 我问他,你好像说过,在管我就是狗。 他不吭声了,车子缓慢行驶。 梁酒,我听到前排响起一声模糊的,哇,师楼把我带到他名下一套公寓里。 他无辜道,别这么看我,纯属因为离这里近,你不怕感冒,我还怕呢。 他把次卧分给我,床单备照和洗漱用品都是新的。 手机从刚才想到现在,我给爸妈报了平安,其余的几百条通话,全都来自江雀。 师楼饶有兴致地问,你不接。 我看着屏幕上不断闪烁的江雀两个字,第一次产生厌倦心理。 怕他找到我爸妈那儿,最后还是接了。 刚一接通,江雀焦急的声线立刻响起。 住久久,你跑哪儿去了? 我的人去接你,发现你已经不在了,叔叔阿姨说你根本没回去,我找遍了所有你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不到你。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怕你出事。 十楼突然出声,住久,你洗好了没有? 我等不及了,我抬头,他冲我眨了眨眼睛。 一瞬间,像是被骤然掐住脖子,江雀的声音戛然而止。 再开口,是歇斯底里的咆哮。 十楼,你敢动他,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十楼轻吃,你猜我敢不敢。 最后一个字落下,在江雀愤怒的责问中,他直接摁断通话。 十楼摆了摆手,早干嘛去了,现在挤给谁看。 结果大半夜,公寓门就被砰砰砰地敲响,江雀找上门了。 外面雨还在下,江雀整个人像从水里刚捞出来一样。 脸色苍白,黑发湿漉漉地垂下。 他伸手就要抓着我走,我们回去。 我抽出手,不。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斩钉截铁地拒绝他,江雀愣住。 他的嘴唇抖得厉害,好半天才勉强道,住久久,我是来带你走的呀。 可我不需要了。 你想带着我的宝贝去哪儿? 腰侧突然还上一双手,石楼漫条丝里地挡住江雀看我的视线。 江雀死死咬牙,你们在一起了,和你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江雀紧握在身侧的手,显得清白而猙獰, 又意味太过用力,指甲深深嵌入肉中,很快渗出鲜红的血猪来。 我是你未婚夫,我摇头,现在不是了。 江雀恨声开口,我们认识了二十年。 从娃娃亲到小学到初中,再到大学毕业,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我们。 我打断她,不是我们,以后都没有我们了。 我轻轻叹了口气,直到今天,这么多年,承蒙你的照顾。 江雀整个人就像被泼了一桶凉入骨髓的冷水,彻底僵在原地。 为什么突然这么说?我们解除婚约吧,以后我再也不会拖累你了。 我不同意。 江雀打断我,眼眶发红,你别想。 她的嘴唇已经干涩,被自己咬出血来。 如果是因为诚意,我发誓,再也没有下次了。 你不喜欢她,我就和她断绝关系,以后彻底远离她。 今天是我错了,我不该丢下你。 她仰起脸,死死盯着我,可你不能因为这一次的错,就不给我机会。 这对我不公平。 十楼双手暴毙,这个场面真眼熟啊。 她的语气里甚至含了一丝怜悯。 江雀,你总是不注意她的耳朵。 江雀的视线一点点转移,落在我的耳朵上,然后猛然停住。 你的耳朵,真的好了。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了隐瞒的必要。 我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残疾,就是看她可怜而已。 我一字一句念出来,每念一句,江雀的脸色就惨白一分。 这是她第一次不敢和我对视。 你说我不给你机会。 可我问过你,是不是也嫌弃我? 你不承认,后来我装聋保全你颜面,你信了。 我惨然说,最后一次,你抛下,我选择沉意。 你告诉我,我怎么没有给你机会? 江雀捂住胸口,好像不能呼吸般大口大口喘气。 鼻腔里发出一丝悲鸣。 我没有嫌弱你,我只是,我只是,嘴硬。 我只是不想承认自己喜欢上你了。 但如今,只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这么多年,委屈你了。 我真心实意地说,承蒙照顾,我是真的真的谢谢你。 也许嫌弃也是真的,可保护也是真的。 这二十二年,我们几乎占据了彼此时间的全部。 那个曾经很认真地对我说, 住久久,没有我你可怎么办哪的少年,终究只是幻梦一场。 只是有些残忍的是,这场梦是由江雀亲自戳破的。 那天晚上,江雀失魂落魄地跑了出去,我以为他该死心了。 可在天微微亮时,我打开门,又看到了江雀。 他安静地靠坐在墙角,睫毛上已经落了一层水屋。 江雀。 听到声音,他恍惚了很久才仰头,然后朝我伸出手。 手心里是碎裂的助听器。 那天被我扔掉的助听器,他又捡了回来。 住久久,你再原谅我一次吧。 我看着他,早就回不去了。 江雀露出个笑,如果你因为那些话生气,那我现在也是残疾了。 我这才注意到他的左腿不对劲,他穿了条黑色裤子。 那里面正渐渐渐渗出鲜红的血来。 江雀扯住我的袖子,我的腿断了,我也是残疾了。 你相信我,我真的再也不会说那种话。 你是故意摔断腿的。 我甩开他,像是第一次认识这个人。 不然怎么办? 江雀突然激动起来,他低下头,慌乱地擦去眼泪。 你告诉我,住久久,不然我还能怎么让你回头。 我垂下眼睛,最终只是说了句。 江雀,别犯贱。 被抬进救护车前,他都死死地抓着我不放。 明明脸色已经泛着不健康的惨白,冷汗还在沿着额头往下坠。 住久久。 他颤抖地问了声,我们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是啊,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我们还是没能做到好聚好散。 最后,我也只是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这得问你自己啊。 我和江雀爸妈提出退婚那天, 江妈妈抱着我哭了很久,是我们没有教好他。 江雀沉默地坐在轮椅上。 陈毅突然闯进来,阿姨,不能订婚啊。 他的耳朵是先天性缺陷,将来是会遗传给孩子的。 原来他以为我们要订婚。 见江却爸妈没说话,他又恶狠狠地瞪着我,你知不知道。 那天晚上,江雀为了找你,不要命地查你在哪儿,暴雨天飙车,他差点命都没了。 现在他又因为你摔断了腿,江雀私声吼他,闭嘴。 我就要让他们知道,陈毅满脸不愤,声张正义一样讨伐我,叔叔阿姨,住酒就是个害人精。 如果订婚,他会害死江雀的。 将爸爸皱眉看他,你怎么进来的? 陈毅看了眼江雀,脸红了红,我是江雀的好,朋友,他带我来过。 朋友的字眼上,他刻意顿了顿,流出惹人遐想的空间。 江妈妈握着我的手一紧,原来是因为你。 陈毅浑然不觉,挺起胸膛质问我,录音我都发你了,你听到江雀多嫌弃你了吧,对你好只是可怜你而已。 住酒啊住酒,你但凡要点脸,也该知道远离他,你根本配不上他。 江爸爸突然问,什么录音? 江雀抬头,爸,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我叹了口气,播放出那段录音。 江妈妈豁然站起身,残疾,可怜。 江雀?江家这么多年的教养被你吃了吗? 你竟然说出这种混账话。 他攥着我的手,怪不得,怪不得你要退婚,这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把这个女人拖下去。 保安进来的时候,陈毅还在挣扎,我实话实说,我有什么错? 江雀你说句话呀。 江雀只是冷冷盯着他,再看不到以前两人感天动地的兄弟情。 我出去的时候,陈毅被丢垃圾一样丢在小区门口。 他狼狈地捂住自己的脸,见我出来后猛地冲上来。 眼神恨不得杀了我,但还没能靠近我一米内,就被一脚踹出去。 我默默放下准备杂人的板砖。 石楼不屑地收回脚,拨了个电话。 嗯,这里有人私闯民宅,证据齐全,麻烦尽快把他带走。 你怎么来了? 石楼去我一眼,作为准追求者,你来退婚,我怎么能不来见证历史? 所以,你是又来管我了。 石楼的脸皮修炼到一定境界,已经可以毫无羞耻心地汪一生。 我忍不住笑了。 石楼开玩笑似的说,这么开心,赏个脸和我在一起好不好啊。 但他的眼神太过认真,很难被认为是个玩笑。 陈毅虽然嘴巴臭,但有句话确实说得对。 我认真地说,石楼,我的听力障碍是先天性缺陷,有遗传性。 我受过这个苦,我不希望把这种苦继续留给下一代。 你懂我意思吗? 我不会生孩子的,如果你接受不了。 石楼笑咪咪道,那可太好了。 我愣住,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不遇。 她竟然还有点小羞涩,但绝不影响正常使用,只是对怀孕有影响。 你不想要孩子,我不能要。 我们绝配。 婚礼前,我看到了江雀,她安静地坐在轮椅上望着我。 阳光照在她身上,好像整个人都快要变透明。 江妈妈抹了下眼泪,小九,算江仪求你,去看看她吧,她好像真的快活不下去了。 见我过来,江雀睫毛颤了颤,住久久,你要结婚了。 我点头,她突然问,如果我抢婚,你会跟我走吗? 没等我回答,她自己先笑了,开玩笑的。 她还是喜欢叫我住久久。 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她一个人会这么叫。 我突然有点难过。 但回不去就是回不去。 时间差不多后,思宜来催我。 诗楼的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我转头,听到身后江雀轻轻说,我以前幻想过很多次结婚的场景。 你穿婚纱的样子比我想象中更漂亮,只是住久久。 我从没想过站在你身边的新郎不是我。 我是真的真的,很后悔。 你那样好,配得上任何人。 她停顿了下,声线变得哽咽,从来都是我配不上你,对不起。 祝你幸福。 交换戒指后的接吻环节,诗楼重重咬了下我。 收到我抗议的眼神后才收敛一点。 听说敬酒时,她促进大发灌了江雀三大瓶酒。 结果两个人都醉意快了。 诗楼翻外。 祝酒总问我为什么喜欢她。 我每次都指天发誓,因为我的老婆极聪明美貌善良娇俏于一体,没人不喜欢她。 开玩笑,我能说在她还跟在江雀屁股后面喊哥哥的时候,我就喜欢她了吗? 那个时候的祝酒可真轴,江雀说什么,她就做什么,江雀看不惯我,所以她也跟着看不惯我。 丁点大个小姑娘,每次看我都恨不得鼻孔痒到天上去。 江雀给她零食我也给,怎么江雀给的零食她框框吃掉? 我给的零食她扔垃圾框,还恨不得踩几脚。 明明我的更贵更好吃,黑历史话调。 我如果实话说,她万一又想起江雀的好,跟着跑了怎么办? 婚礼上那个江却还不死心地出现,一副死人脸盯着祝酒。 说了一堆配不配得上这种话,呸,我和祝酒就是绝配。 后来我把她三瓶酒灌倒,想抢我老婆经过,我同意了吗? 这可是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拼命挖墙脚挖到的老婆。 至于江雀? 喝,把老婆拱手让人的废物罢了。 听说绿茶精还缠着她呢,但凡她身边出现一个女人,绿茶精就会闹得鸡犬不宁。 毕竟他们是永远的好兄弟,好哥们。 两个人谁都不肯放过谁,互相折磨到白头,缠得好缠得妙。 两个人绑死,老婆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偷偷去做了劫扎,不遇人设不能倒。 这可是我拥有老婆的关键技能。 其实有一点点想要孩子,最好是女孩,长得像猪九,多可爱。 但猪九怕孩子因为基因受苦,那我肯定听她的。 她说的都是对的。 我每天恪守难得,不要孩子更好,每天都是二人世界。 糟糕。 劫扎报告差点被发现,连夜扔进楼下垃圾桶运走。 回到家我还是那个酷歌诗楼。 老婆永远不会知道这个秘密,我很满意。 故事二。 周理珍来医院看我时,衬衫微皱,下巴犯青,看得出一夜未归。 清河项目顺利封顶,昨晚在五星级酒店摆了庆功宴,规划局几位有头有脸的领导都来了。 我陪着应酬,酒喝完一轮,本该是主人翁的周理珍,却迟迟味道。 助理小琪吞吞吐吐吐告诉我,半个小时前,周理珍开了间总统套房,挽着一位美女进去了。 我勉强打起精神,料理好事宜,等人都走光了,这才发现胃疼得厉害,一咳嗽竟呕出了血。 小琪大惊失色,送我进了医院,经过检查,还好只是胃出血,休养一阵就好了。 周理珍来看我,一半是出于关爱员工,另一半或许因为我们是床扮。 八年前,我大学毕业后进入周胜集团,成为她的助理。 第五年,某次酒后,两个人稀里糊涂滚了床单,从此就成了心照不宣的床扮。 这段关系一直相安无事,只是现在我觉得有些无趣了。 我知道,昨天她晚着手的女人,叫顾可佳。 她是业界有名的服装设计师,也是周理珍心里的白月光,昨天才刚从国外回来。 我和她,之前难为娶女未嫁,纯粹满足肉体需求,没什么可智慧的。 但既然现在白月光都回来了,我还纠战雀巢,就太不识相了。 毕竟,过去三年。 周理珍从未想过要公开这段地下关系。 优秀的人不免孤傲,她大概以为,无论发生什么,她只要一个回头,我都闷在原地等她。 可惜,这段关系,只要有一个人不想坚持了,就闷随时结束。 周总,辞职信我昨晚已经发到你邮箱,请注意查收。 周理珍眼皮都没抬,神色淡漠,显然不相信。 张明月,你真是在吃醋。 不用吃醋,你早知道,做我的妻子,需要门当户对。 我笑了,周总客气了,我们只是床扮,解释这些,多余了。 周理珍显然没听进去,她瞥了我一眼,漫不经心道。 可嘉只是在国外的公司,有些事情需要我帮忙。 昨晚,我们什么也没发生,你不要想太多。 她以为我在拿巧,在矫情,在撒娇。 其实,从她搂着顾可嘉进了总统套房的那一刻,她就该清楚,有些事过不去了。 轻飘飘的解释,就是欲盖弥彰的掩饰。 不期待,不索取,不苛求,就不闷把伤害自己的那把刀子拱手让人。 所以,我也只是顿了顿,洋装若无其事,接过这一夜。 周理珍自小生活优渥,除了钱和钱,值得她在意和关注的东西,很少很少。 所以,多说无意。 在家休养两周后,我回去上班。 总裁办公室在顶楼,270度的大落地玻璃窗外,是景城最美丽的天际线。 9点25分,我泡好咖啡,抬手看表,再过五分钟,周理珍就们出现,她一向守时。 她符合女品小说里所有总裁的刻板印象,英俊多金,成熟稳重,雷厉风行。 最失态的时候,也不过是在床上,被我撩拨得溃不成军而已。 八年前,我进入周盛集团时,她已经是景城最大的开发商。 这些年,在周理珍的带领下,业务版图逐渐扩展到金融、新能源等领域,集团发展蒸蒸日上。 可没人知道,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周大总裁,私底下有多难伺候。 咖啡的温度不对,糖量不对,口感不对,都入不了她的口。 我还记得第一天上班,我泡了整整十杯咖啡,她才勉强点了头。 我演了门出来,就碰见小琪。 她鬼鬼祟祟四处看了看,见四下无人,就悄悄给我讲八卦。 听说那位顾小姐手段可厉害了,咱们周总那么高冷的一个人,被她吃得死死的。 小琪说起八卦来,真是一把好手,活灵活现,仿佛人在现场。 她说起两人年少时,性格倔强。 后来依一场雾门,谁也不肯先低了头,最终劳燕纷飞。 莫了,她拍拍脑袋总结道, 白月光的杀伤力真大,光站在那,什么都不用做,就赢了。 我哑然失笑,这话确实有几分道理。 我和周理真这段地下关系,一直隐瞒得很好,公司里没人知道。 大概是我们两个总是公事公办,很难让人联想到那些风花雪月。 所以,小奇才们这么肆无忌惮在我面前,大谈特谈两人的过往。 知道顾可家是周理真的白月光,还是我无意中翻到一张两人年少的合照。 夕阳下的少女美得惊人,正笑嘻嘻逗着狗,少年望着她的眼神炙热而明亮。 爱意穿透照片,扑面而来。 九点四时,周理真终于出现在办公室,比平常迟到了整整十分钟。 我正犹豫着要不要重新泡杯咖啡,就接到她的内线电话。 进了门,桌上那杯咖啡果然一口没动。 可家想在清禾那边办场服装秀,我同意了,这事就由你全权负责跟进。 周理真说这话的时候,正低头看早报,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 我一向不将私人感情掺和到工作中,于是实话实说。 清禾各项配套还未到位,园林律上还没进场。 还不适合举办大型活动。 周理真的视线从早报转移到我脸上,眉头微微促起,有些不耐烦。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这是我已经同意了。 你要做的,就是确保这场活动顺利开展,确保可家的创意得到最全面的展示。 她推了推鼻头上的金矿眼镜,加重了语气。 我一向公司分明,这是你的工作范畴,别忘记你的身份。 周理真说得没错,助理这个职位,核心就是尽一切可能满足老板的需求。 但她有一点没理解到位,就是我一向谨记自己的身份,从部门越界半步。 于是,我默默点了点头,正要推门出去,突然想起那杯早凉透了的咖啡。 我绕到桌旁,在周理真压抑的视线中,收起杯子。 手腕却被她一把擒住,我低头一看,她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首饰盒。 我送给你的,打开盒子,是一对珍珠耳钉,闪着温润的光,一看就价值不菲。 周总,是您说的,公司要分明。 如果是对我工作的奖励,那应该由行政部颁发给我。 如果是您私人给我的,那数我不能收下。 我默默合上盒子,轻轻放在桌上,转身出门。 周理真叫住我,似乎有些不解。 你还在生气? 我温和地看着她,摇了摇头,语气淡漠疏离。 周总,我不是您的情人,没必要将红女人的那一套用在我身上。 出了门,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继续手头地工作。 周理真买的那一对珍珠耳钉,出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众品牌乐。 因为名字里有乐这个字,我尤其钟爱月亮型的首饰。 某次陪周理真去乐给客户挑礼品,发现新上市了一套以月亮为主题的首饰系列。 我驻足在柜台前,看得不亦乐乎。 周理真付完款,看我目光灼热,也就好奇地看了过来。 你看中哪个? 我给你买。 她的指尖触在玻璃上,点了点,除了这个。 那是一对情侣对戒,男款是太阳,女款是月亮,日月真灰,相生同伴。 她说的没错,这一整个系列,她给我买任何一款都可以。 唯独这对戒,不行,因为我没有资格。 所以我当时也只是摇了摇头,没说什么,很快就把这是抛猪脑后。 没想到她还记得,买了珍珠耳钉来哄我。 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对付情窦初开的小姑娘或许有用。 在我这,是万万行不通的。 没过两天,我就后悔接了服装秀这个活。 我没想到,最难搞的不是活动本身,而是顾可嘉。 身为设计师,她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品位,试试挑剔。 小琪苦着脸来找我,说顾可嘉嫌弃古争颜色过深,让重新换一台。 我正为她指定的布场物料忙得焦头烂额,一听这话,差点吐血。 为了配合她的古风专场,我特意脱了不少关系,向一位知名收藏家借来一台古董古针,十分名贵。 得益于多年来培养的职业素养,我很快冷静下来。 我去找顾可嘉,正想敲门的时候,里面传来周理珍的声音。 张助理跟了我这么多年,做事稳妥,你可以放心把事情都交给她。 我驻足在门边,突然又不想进去了。 你难得夸奖下属,看来张助理在你心里的分量不一般呀。 顾可嘉娇媚的嗓音里,带着明显的试探。 女人的第六感,果然强大。 我自诩做得天衣无缝,也不知道哪里被她看出了端倪。 八年了,是条狗也早就摸清楚主人的脾气了。 周理珍语气平淡,连语调也毫无起伏,仿佛在谈论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虽然早就清楚自己的位置,但这一刻,心还是尖锐地疼了一下。 我转头离去,给顾可嘉换了一台新古征。 服装秀举办得很成功,顾可嘉压轴登场,身穿一席自己设计的夜地红色长裙,风情万种。 她笑吟吟拿起红酒杯,为这场活动致谢。 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我们曾因雾门分开,错过许多光阴,但此刻,我想告诉她,未来的日子,我们一直陪在她身边,她值得我所有的偏爱。 顾可嘉迫不及待向全世界宣告她炽热的爱意。 门场一时掌声如雷,台下的闪光灯不断闪烁。 灯光的映照下,她右手无名纸上的戒指璀璨如星。 我在后台控场,离得近,一眼就认出,那是月内套月亮系列里的女款对戒。 原来,只有她才有资格戴这个戒指。 鼻头涌上一股酸楚,我下意识去看周理珍。 无数道探究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周理珍嘴角擒着宠溺的笑,向来淡漠的眉眼染上暖意,但笑意却未达眼底。 八年的相处,足够我分辨出她此刻的情绪,是刻意压抑的怒意。 我知道,顾可嘉先斩后奏,没征得她同意,就单方面公布了恋情。 周理珍做事一向滴水不漏,运筹帷幄,她向来厌恶自作主张,自以为是。 我眨掉眼中的水汽,在看过去时,那屡不悦早已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深情温和的笑。 果然,顾可嘉是例外,她也是她明目张胆的偏爱。 我记起三年前那次酒后乱性,岂因是我工作上犯了错,她披头盖脸骂了我一顿。 我心烦意乱去酒吧买醉,她来找我,我向她诉苦,她无奈地笑了笑,不知怎滴也喝了不少。 灵星的记忆里,好像就是她这样的一个笑,让我大脑直接当机,竟鬼使神差地吻了过去。 张柱,后台清场了。 工作人员的提醒,让我回过神来。 我自嘲地笑了笑,继续手头地工作。 结束已经是深夜十二点,清河项目位置偏僻,网约车都不愿意过来。 我百无聊赖地踢着小石块,就看见周立珍那辆保时捷呼啸而来。 摇下车窗,顾可家探出头,笑意盈盈。 能否请张柱帮个忙? 李珍她今天太高兴,喝多了。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刚好救了我的急。 车里弥漫着浓郁的酒气,还有女人淡淡的香水味。 周立珍闭着眼,白衬衫领口大厂,领带松松垮垮记着,是极松弛的状态。 顾可家嘴里埋怨着她喝酒不知节制,双手却不停帮她按摩着太阳穴。 他们两个,熟人的就像一对老夫老妻。 我默默开着车,将他们送到周立珍的别墅。 周立珍习惯独居,家里有固定的司机和阿姨,但都不留宿。 夜深人静,我只能跟顾可家一起搀扶着周立珍进了屋。 周立珍躺在床上,醉眼惺忪,顾可家正要帮她解衬衫的扣子, 却被她抓住手腕制止。 李珍,乖,脱了衣服好睡觉。 顾可家轻声细语哄着她,想继续手伤的动作, 却被她死死置住,一时神色尴尬地愣在原地。 我端着一杯热水进主卧时,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顾可家很快恢复神色,她朝我笑了笑,语带试探。 张柱对这里很熟吧?经常来。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不想接她这个话茬。 来过几次,帮周总拿文件。 见她还想开口,我先发制人。 顾小姐,周总就麻烦您照顾了,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将水杯放在床头,我转身欲走, 手指却被周立珍一把攥住。 念念,别走。 周立珍发出模糊的一语,眉头紧促, 似乎梦见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将她的手指一根根掰开, 勉强挤出个笑容。 周总认错人了,看来真是醉得不清。 顾可家完美的脸旁有了一丝裂缝, 她语调尖利,问我,也问周立珍。 念念是谁? 从别墅出来,夜凉如水,空气澄清, 人走在这样的夜里,脑袋也跟着清明起来。 其实,念念是我的小名, 这是妈妈为我娶的。 我六岁时,她因病去世, 爸爸随即离家出走,抛弃了我。 我被好心的邻居收养了十年。 我跟周立珍的头一回,说漏了嘴, 后来,这成了我们密不可宣的小情趣。 平日里,我们公事公办, 保持着上司和下属正常的距离。 在我带着那个秘密接近周立珍时, 我就知道,她和我注定不可能。 后来我却不知不觉动了心。 可我知道,这只是一场清醒的沉沦, 仅此而已。 被顾可嘉质问的那一刻, 我竟莫名有些慌张。 我就像一个卑劣的小偷, 短暂地偷走了原本属于她的东西。 第二天,我刚到公司, 就被顾可嘉堵在茶水间。 她身量比我高, 妩媚的五官带了伶俐的表情, 有那么一丝压迫的意味。 昨晚她和周立珍是如何收场的, 我没兴趣知道。 但她肯定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 这才迫不及待来见我。 与其说是来质问我, 倒不如说是来宣告主权的。 我知道你和李珍在一起过。 她微挑着眉, 防御的姿态十分明显。 其实男人都一样, 她一时新鲜, 玩够了就们觉得无趣。 你跟了她八年, 她是个什么人, 你心里想必也很清楚。 你该知道, 你是什么身份, 她是什么身份。 她的野心, 她的家族, 都需要我来为她铺路。 顾可嘉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她除了是这名的服装设计师, 还是长想集团的大小姐, 是景城金融大鳄顾校的掌上明珠。 长想集团早年在七里湖边屯了不少地, 政府有意在那一片打造下一个CBD。 未来寸土寸金的地方, 多少开发商争破头都想进去奋一杯羹, 周胜也不例外。 所以, 她低着头, 视线在我脸上一寸寸搜寻, 大概是没有看到期待中的难堪和屈辱, 她有些意外, 正愣了一闷才继续说道。 所以, 我不希望还在周胜看见你。 我将泡到一半的咖啡放了下来, 耐心听她说完, 这才继续泡完。 顾小姐, 您污门了, 我和周总纯粹是寂寞时的慰藉而已, 绝不掺和任何感情。 我无比清醒, 周理珍所有的柔情密意, 从来都不属于我。 但凡我头脑发热沉溺其中, 我的下场绝对惨不忍睹。 何况, 我掏出手机, 调出邮件, 递到她眼前, 语气平静。 我辞职了, 茶水间陷入短暂的沉默。 你的离职申请, 我记得我还没批准。 周理珍低沉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她西装革履, 一点看不出昨晚的狼狈。 顾客家眼眸一亮, 急忙走了过去, 轻易地挽起了她的手, 手上的戒指闪着刺目的光。 李珍,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公司了? 都怪我不好, 昨晚。 她停顿得恰到好处, 很难不让人浮想连天。 周理珍拍了拍她的手背, 安抚道, 下午的秀我们准时到的, 你先回去吧。 等这场你浓我浓的戏份演完, 顾客家终于一脸得意走了。 临走前, 她斜瞥了我一眼, 还不忘敲打。 那就麻烦张柱照顾好我们李珍了。 耽误了这么一门, 泡好的咖啡又凉了, 我只好又重新泡了一杯。 进了办公室, 周理珍先开口了。 说吧, 你想要什么? 升职? 还是加薪? 我眼皮也没抬, 将咖啡放在桌面后, 这才神色冷漠达到。 周总, 离职申请信一个月前 我已经给您发过邮件了。 根据劳动法, 提前一个月告知用人单位, 不批准也能辞。 周理珍带着宿醉后的慵懒, 她低着头, 疲惫地揉着太阳穴, 根本没听进去。 张明月, 别闹了。 我刚谈下一块地, 以后就由你来操刀, 工资, 给你翻一倍, 行不行? 周理珍难得这样放低姿态。 在外人眼中, 她说一不二, 雷厉风行, 是个杀伐果断的狠角色。 只有我知道, 她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我进入周盛那年, 她刚从国外回来, 继承家业。 周老爷子白手起家, 正下偌大家业, 可西夏只有一个独生女, 嫁人之后只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周理珍。 周妈妈是个恋爱脑, 很少管周理珍, 她是外公一手带大的。 周理珍十岁那年, 她外公去世, 父母离婚, 周妈妈没过两月就再婚了。 继父穷小子出身, 人聪明又有野心, 很快哄得周妈妈让她进了公司, 后来一步步涨了权。 顶着太子爷名号的周理珍, 从一开始就不被人看好, 继父又明里暗里给她十半子。 我陪着她挺了过来, 我陪着她做方案做到深夜, 陪着她应酬喝到不省人事, 陪着她去工地考察, 弄得灰头土脸。 我见证了她所有狼狈的时刻, 也见证了她成熟之后的辉煌。 我知道她放弃了什么, 也得到了什么, 我对她也不是没有心动的时候。 我陪她去见一位投资商。 久过三旬, 那老色批趁机吃我豆腐, 我敢怒不敢言。 周理珍看见了, 当场发飙, 差点要给那老家伙一拳, 被我死死拦住。 毫无悬念, 我们丢了那笔投资。 那时她在公司举步维艰, 继父联合几个高层制裁她, 那笔投资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出了门, 她投一回劈头盖脸骂我。 张明月, 我还没窝囊到 需要你一个女人出卖色相去帮我。 她说这话的时候, 眼尾泛了红, 嗓音嘶哑, 性感地要命。 后来, 我看着她一步步站稳了脚跟, 将那段阴暗不堪的日子踩在了脚下。 可她, 再也没有为我红过眼了。 所以, 我也是时候该离开了。 周总, 麻烦帮我签个名。 我指着离职申请信空白那栏, 冷静平淡地向她报告今日的行程。 上午十点半是跟李董碰面, 下午本来安排了去看地, 不过您刚才说要去顾小姐的秀捧场, 那我把这个行程改一下, 安排到明天上午, 您看可以吗? 周理珍死死盯着那张表, 对我的话置若罔文。 我也不在意, 继续说。 周总, 今天是我在周盛的最后一天, 下午我要办离职手续, 小齐那边我都交接好了, 顾小姐的秀就由她陪您去吧。 周理珍这才抬起头来, 或许是我脸上的冷淡和无所谓刺激了她, 她语气森然。 张明月, 你真以为我没了你不行?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 转身出了门。 我开始动手收拾东西, 这些年积攒的零碎物件很多, 我都不想要了。 小齐过来找我, 她先是紧张兮兮, 听了听总裁办公室里的动静, 这才哭丧着脸问我, 张柱, 你真的要走啊? 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全公司上下, 只有你能应付得了周总啊。 我笑得十分温和, 安抚她。 周总又不是吃人的老虎, 没什么可怕的。 你只是习惯了有我, 又不是缺我不可, 以后好好干吧。 同理, 这八年, 周理珍也只是习惯了有我, 并非缺我不可。 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临近中午, 人事部老大给我发了邮件, 说中午陈董约了 长想集团的顾董吃饭, 让我之门周理珍出席。 陈董, 陈继刚, 就是周理珍的继父。 我给周理珍打内线电话, 他冷淡地嗡了一声, 算是答应了。 中午, 小齐开车送我们去餐厅, 一路无话。 周理珍神情冷漠, 直到停了车, 我说让小齐陪他进去时, 他才冻了气。 张明月, 你搞清楚, 现在还是你的工作时间。 我只好陪他进了餐厅。 包厢里, 除了陈继刚和公司几个管理级高管, 顾孝带着顾可嘉也来了。 顾可嘉看见我, 脸色一僵, 但很快就调整好, 换上一副笑脸。 他亲密地叫着周理珍, 又过来拉他的手, 坐在他隔壁。 在场的都是生意场上的人精, 不动声色互看了一眼。 心底估计都明白了。 酒过三旬, 这顿饭终于进入了主题。 顾孝年过六旬, 穿着板正的中山装, 看起来很有威严。 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这才诗诗然说道, 陈董, 七里湖最靠近湖边的那几块地, 说实话, 本来我是不舍得卖的。 他的目光落在周理珍身上, 很是满意, 又看了看顾可嘉, 无奈笑了笑。 可嘉一直在我面前, 把李珍夸得天上有地上无, 说他肯定能把那几块地做好, 我这才忍痛歌爱。 言下之意, 七里湖最炙手可热的那几块地, 归周胜了。 陈继刚是只老狐狸, 为人圆滑, 文言立马起身给顾笑道酒, 一副词副口吻。 我家这臭小子, 哪担得起顾小姐这样的夸奖啊? 他还年轻, 历练尚浅, 以后还要顾总多多提点, 多多照顾。 周里珍和陈继刚 在公司斗得难解难分, 对外倒是一致地副词字笑。 我垂着头默默吃饭, 余光中见周里珍微微醋了眉, 顾可嘉正一脸, 深情地看着她。 顾笑连连点头, 拍了拍女儿的手背, 大笑起来。 女大不中流啊, 这丫头就门给我灌迷魂汤。 李珍, 可嘉说你求过婚了, 打算什么时候 娶我的宝贝女儿啊? 她目光如炬, 等着周里珍给她一个答复。 顾可嘉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她急着去看周里珍的反应, 却不小心把酒杯打翻了, 红酒洒了一地。 这个小插曲缓解了现场的气氛, 顾笑宠溺地看着女儿。 都是要结婚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毛手毛脚? 李珍, 我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你得好好照顾她呀。 众人的视线齐齐, 聚焦在周里珍身上。 我放下筷子, 也大大方方去看。 周里珍嘴角勾起, 眼神里荡起暖意, 视线略过我, 定格在顾可嘉身上, 语气正中。 好。 一片恭维贺喜声中, 陈继刚洋装一脸骄傲, 看着周里珍, 只有我发现, 她垂在两侧的手用力握成了拳。 近几年, 周里珍在周胜站稳了脚跟, 逐渐把陈继刚挤出决策层。 可陈继刚不死心, 明里暗里总想争上一争。 她和周里珍为这几快递争得激进白热上, 这一刻结果终于尘埃落定。 她输了, 她低头啄了一口酒, 抬起时已换上得体的笑容。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李珍和可嘉的喜事定下来了, 我呢, 也有一件事要宣布。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上一段婚姻呢, 有一个女儿, 因为工作忙, 我没有把她带在身边。 但她很争气, 大学毕业之后, 凭自己的努力在周胜立足, 工作非常出色, 我很为她骄傲。 陈继刚的目光扫过一圈座位上的人, 最后落在我身上。 我心下一凉, 她扯出一个笑容, 带着隐隐的骄傲和期待, 朝我伸出手。 明月, 来, 来爸爸这里。 一片死寂的沉默中, 顾可嘉倒吸了一口冷气, 怎么可能? 在场的人终于反应过来, 各个目光震惊地看着我。 我淡定地站起身来, 像陈继刚走去。 经过周里珍身旁时, 我注意到, 她脸上波澜不惊, 只是眉眼坠着冰霜, 周身气场低沉。 顾笑探究的目光如剧般落在我身上, 意味深长地说, 陈总好福气啊, 儿子女儿都这么出色。 顾总过奖了, 这些年, 明月在李珍手下学习, 早就能独当一面了, 我打算让她跟着李珍, 负责七里湖那几块地。 我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 以后呢, 就只想想想轻浮, 代代孙辈。 这个世界, 钱是挣不完的, 还是留给他们年轻人去闯荡了。 她这话, 听在几个高管耳中, 就是让闲的意思。 一时间, 头向我的视线震惊中又带了复杂。 明月, 来, 给大家敬酒, 陈继刚笑咪咪地吩咐我, 大概是心情好, 她一连喝了好几杯, 脸都红了。 我真满酒, 正想端起来, 周里珍已按住我的手背, 略带歉意的声音响起。 明月未出血刚出院, 不能喝酒。 这酒, 我替她喝了。 毕竟, 我也算她的, 哥哥。 哥哥两个字被她咬得格外用力, 刻意脱长了尾音, 听在众人耳中, 估计又脑补了一番豪门恩怨大戏。 顾可嘉脸色冷凝, 看向我的目光又多了一丝疾恨。 我轻轻拨开周里珍的声音, 落落大方举起酒杯, 给大家敬酒。 承蒙周总的悉心教导, 这八年, 我在周盛成长了许多。 我是谁的女儿,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 我已经辞职了, 今天也是我在周盛的最后一天, 希望未来山水有相逢。 一番漂亮的场面话说完, 我浅出了一口酒, 满意地看见陈济刚的脸气的扭曲, 又不得不隐忍着。 一顿饭吃得暗流涌动, 饭壁, 顾客家迫不及待牵着周里珍走了。 人都走完之后, 陈济刚压抑许久的愤怒爆发了。 当年带你进周盛, 就是让你帮我盯着那小子, 这么多年了, 你不但没给我透露半句, 你还帮着他对付我。 爸爸只有你一个女儿, 以后所有东西还不都是你的, 我做这么多, 还不是为了帮你多争取。 你倒好, 翅膀硬了, 就想一走了之, 你到底明不明白我的苦心。 我笑了起来, 迎着他凶狠的目光, 语气平静冷淡。 薄情寡义, 过河拆桥, 还不都是跟你学的? 你利用我, 我利用你, 扯平了。 陈济刚大概不知道, 眼前他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与十几年前他离家出走时, 如出一辙。 那时妈妈刚过世, 他在修车厂勾搭了一个富婆, 三天两头不着家。 一天我午睡起来, 发现他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席卷一空, 告诉我他要出去打工。 我那时已经懂事了, 死死抱住他的大腿, 不让他走。 他气急了, 抬手就给了我一记耳光。 娘俩一个死得性, 降得跟头驴似的, 以后找你就去, 就当没了我这个吧。 后来, 我辗转在亲戚家, 像踢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直到好心的邻居收养了我。 我在好心人的资助下, 读完了高中, 又考上了大学。 这时, 沉绩刚出现了, 他说他就是那个好心人。 他说他的资助是有条件的, 他需要我进入周盛工作, 当周立真的助手。 他要我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我对此嗤之以鼻, 愤恨不已, 直接将他拒之门外。 后来我才知道, 当年他借着那位富婆, 攀上了周妈妈这个高知, 又凭手段掌了周胜的权。 可周立真回来了, 周家的人怎么甘心, 公私给了一个外人。 可沉绩刚年轻时生活放纵, 已经生不了孩子了。 这时候, 他终于想起我这个女儿了。 半年后, 我创业失败, 欠了一屁股债, 沉绩刚又找上门了。 这回, 我答应了, 周胜是业内龙头企业, 跟在周立真身边, 我能学的多了去了。 你要是能跟周立真结婚, 公私所有东西我都部门去争, 以后不都是我外孙的吗? 这是沉绩刚的原话。 他穷苦出身, 骨子里信的还是血缘质上那一套。 因此, 对于我和周立真的地下关系, 他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惜, 他的美梦今天破灭了。 以后, 各走个路, 你不是我爸, 我也不是你女儿。 这句话彻底击碎了沉绩刚。 我转身出了门, 却看见了周立真。 我看见他眼底酝酿的风暴, 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听了多久。 张明月,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他眉眼冷峻, 眼睛却亮得吓人。 周立真, 这是我第一次植呼他的姓名。 陈济刚, 他是他, 我是我。 他的确想利用我, 可我没做过任何背叛你的事。 这八年, 我自问付出的劳动, 对得起你给的薪水。 哦, 是吗? 周立真突然笑了, 嘲讽地嘴角上扬。 可你对得起我的信任吗? 你在床上取悦我的时候, 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算计我吧? 陈济刚想必把自己一身的本事都交给你了, 毕竟当年他也是这样上位的, 果然是一脉相承。 他弯下腰, 指腹在我脸颊打着圈, 肌肤相处带来温热, 可他薄唇清起, 吐出的话, 一字一句全是含义。 可我不是我妈, 我脑子清楚。 张明月, 三年前, 我就知道你跟陈济刚的那点子关系了。 你投怀送报, 我将计就计, 反正送上门的, 不玩白不玩。 白白被我睡了三年, 一点好处都没捞到。 张明月, 你见不见? 你拿什么跟可家比? 你连他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现在他回来了, 你做不成周太太了, 就想全身而退。 做梦? 刺骨的寒意沿着四肢摆还游走, 巨大的震惊夺走了我的呼吸, 我只能正正地看着他。 原来, 有始至终, 可笑的人是我。 我自诩清醒, 无数的挣扎和纠结后, 还是一步步失了身, 丢了心。 只有周立真, 才是真正的清醒。 他从头到尾没有爱过我, 他像看一个笑话, 看了我这么多年。 张明月, 你是不是忘了, 这一路我是怎么过来的, 背叛我是个怎样的下场,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他阴冷的视线, 缓缓地打亮着我, 手掌抹扎着我的下额, 出然用力, 疼得我眼泪瞬间就涌了上来。 他低了头, 轻轻吻去我脸上的泪珠, 沙哑低沉的声音琴了冷意。 六浦那快递, 是你把底价告诉了陈继刚。 周立真的语气不是询问, 是陈述。 他告诉我, 上个月竟拍到六浦那快递的新公司, 幕后最大股东是陈继刚。 这些年, 他在周盛一再被周立真打压, 便悄悄地在外搞起了自己的公司。 省省力气, 别狡辩了, 底价只有我跟你两个人知道。 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可他却已然断定是我出卖了他。 为了钱, 你什么都可以做, 对吧? 他看着我, 眼神里是全然的不屑和厌恶, 活生生将我打入冰窖。 啪! 忍无可忍, 我一把推开他, 一记耳光狠狠甩在他脸上。 他却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指腹擦了擦唇边的血迹, 他眼看我时, 眼神已恢复冷冽。 我敢保证, 以后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 趁早改行吧。 看着他扬长而去的身影, 我头一回觉得, 他是如此的面目可憎。 周立珍果然说到做到, 下午, 全公司都收到了人事部门的邮件。 我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被开除, 因为签了敬业协议, 三年内, 我也无法在同类企业担任相关职位。 换言之, 我在这个行业, 彻底混不下去了。 小齐震惊三连, 看着我欲言又止。 他不知道, 怎么短短几个小时, 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呢。 在众人猜测探究的目光中, 我淡定收拾好东西, 走出周盛大楼。 天宫不作美, 初春的雨兮兮丽丽下个不停, 天地间一片雾蒙蒙, 我的脚步却越发坚定。 周理珍说过, 八年了, 连条狗都该摸清楚主人的脾气了。 可八年了, 他却从未真正了解过我。 以至于半年后, 他在一场行业交流们碰到我时, 表情竟罕见正愣了。 透过层层人群,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幽暗复杂。 顾可佳顺着他的视线, 也朝我看了过来, 果不其然, 脸色瞬间沉了下去。 他拉着周理珍, 很快到了我面前, 眉稍微挑, 语气带着挑衅。 张助理, 我没记错的话, 当初你被周盛开除, 三年之内, 应该不能从事同类工作。 怎么, 这才半年, 就遵守不了了。 这下周盛的法务部, 有活干了。 我刚想开口, 身后传来一道清润的嗓音。 我们汉海聘请的人, 怎么需要劳烦周盛的法务部来处理了? 顾客家瞪大了眼睛, 他竭力压抑激动, 开口带了颤音。 沈总, 你怎么来景城了? 也难怪他激动, 汉海集团是东南最大的开发商, 今年才杀入景城市场。 这条过江龙实力雄厚, 一来就连续几回压着周盛, 拿了好几块亮地。 顾笑舔着脸, 几次三番上门拜访, 希望能跟汉海合作, 都被婉拒了。 沈亿走了上来, 我不露痕迹往后退了半步。 周理珍轻轻扬了扬眉, 目光若有所思, 在沈亿身上打了个转, 神色灰暗。 顾客家清了清喉咙, 在开口脸上已是带了笑。 我是怕沈总受人蒙蔽, 张明月以前是李珍的助理, 她被开除是因为做了。 她刻意顿了顿, 往我斜瞥了一眼, 才继续说。 具体我就不细说了, 总之因为她, 周盛遭受了巨大损失, 我也是想给沈总提个醒, 助理这个职位, 还是要选人品靠得住的人。 沈亿摇了摇头, 带着温和的笑, 语气却疏离。 顾小姐有心了, 明月是我的学妹, 她的为人, 我自然再清楚不过。 顾小姐或许误门了什么, 明月不是我的助理, 她是明月设计工作室的创办者, 是我们汉海专门聘请来的专家, 专攻新一代产品研发。 顾客家连校都无法维持了, 她结巴道, 沈总, 沈总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沈亿笑了笑, 好心补充道, 明月还是我们这次智慧人居互行的主讲人, 再过半小时, 就该轮到她上场了。 全城隐形人的周立珍终于开口了, 她深深看了我一眼。 张明月,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我没理她, 静止回了梅艺室准备宣讲资料。 周立珍大概心有不甘, 没一小气时, 我刚从洗手间出来, 便被她拉进了一间无人的梅艺室。 已近傍晚, 门意识里没有开灯, 大落地玻璃窗外, 晚霞如雪。 她将我紧紧圈在怀中, 灼热的气息全扑在我耳畔, 嗓音暗哑。 张明月, 这才多久, 你就傍上新金主了。 这就是你报复我的方式。 别忘了, 那个男人能给你的, 我也能。 我简直都要气笑了。 周总裁大概是有健忘症, 忘了半年前, 是他亲手将我狠狠推理的。 如今这样惺惺作态, 无非是战有欲作怪罢了。 被开除那天, 我就拉黑了周立珍所有的联系方式。 但我还是门从小琪那里, 时不时听说许多关于她的消息。 小琪说她泡了二十杯咖啡, 周立珍还是不满意, 最后气得把杯子给摔了。 说她接到好多次内线电话, 那头的周立珍一声不吭, 默默又挂掉了。 说她进去送文件, 看见周立珍捧着一个首饰盒, 正正地看了许久。 说她喝醉了酒, 嘴里不停念叨着什么念念。 我不厌其烦, 把小琪也拉黑了。 我知道周立珍只是习惯了我在身边。 我走了, 就像丢了一件用惯了的东西, 她讨厌这种被抛下的感觉。 但凡周立珍对我上点心, 就该知道, 我大学的专业是建筑设计。 刚毕业时, 我心高气傲, 和几个同学搞了个小工作室, 专门给中小开发商出设计方案。 由于经验太少, 处处碰壁, 工作室最后倒闭了, 我欠下一屁股债。 后来因为沉寂刚, 我进了周胜, 如今八面玲珑的手腕, 还是跟着周立珍, 一点点学来的。 我还考了在职研究生, 空闲时间全花在学习上。 我从未放弃过年轻时的梦想。 八年后, 这些都成了我潇洒离开, 重新开始的底气。 在这一点上, 我是该感谢周立珍的, 某种程度上, 他成就了现在的我。 他能给我全部的信任, 他能由衷地夸奖我的创意, 肯定我的付出, 赞赏我的努力。 他部门带着上帝视角, 看着我像一个跳梁小丑, 在感情的独角戏里挣扎纠结, 耗尽最后一点爱意, 最后带着满身伤痕离开。 你能吗? 周立珍果然被我这话刺激了。 他张了张口, 似乎想反驳, 可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奋力推开他, 深吸了一口气。 所以, 别再说这些无聊的话, 你心底清楚, 这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周立珍将在原地, 眼里浮现怅然。 这八年, 我在你心里, 我跟你的关系就只是, 我不耐烦地打断他。 周立珍, 别自欺欺人了。 就算我说不是, 你们为了我, 不跟顾可家结婚吗? 你部门, 我跟你的那点情意, 跟你的野心, 跟你的虔诚比起来, 算得了什么? 没有人蠢地跟前过不去。 都是成年人了, 权衡利弊, 是基本功。 周立珍默默松开了我, 脸色颓唐, 目光中静带了一丝茫然。 我趁机推开他, 打开门出去。 顾可家赫然站在门外, 神色扭曲, 目光凶狠。 十三, 事情发生得实在太过突然, 以至于顾可家手上那杯红酒 朝我泼来时, 我竟一时没躲开。 李珍, 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为什么还没跟这个女人纠缠不清? 顾可家暴跳如雷, 平日里高贵优雅的模样, 荡然无存。 周立珍一个剑步跨了出来, 挡在我面前, 一向冷淡的嗓音带了怒意。 可家, 你能不能理智点? 顾可家一脸受伤的表情,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 你怎么老是阴魂不散? 别人的男人也要沾? 你见不见? 我平静地指了指头顶的监控, 提醒他。 顾小姐, 如果你再出口伤人, 我不介意报警处理。 顾可家还想开口, 却听周立珍说。 可家, 给明月道歉。 他顿时一脸见了鬼的表情, 不可置信地看着周立珍。 见他态度没有松动, 他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扭头给了我一记白眼, 踩着高跟鞋走了。 周立珍回过头, 脸带歉意。 我替可家向你道歉。 我勾了勾唇, 示意他凑近些。 周立珍眼里闪过一丝惊喜, 他迫不及待地低了身子, 听我说, 六普那快递的底价, 除了我和你, 还有第三个人知晓。 那天, 顾可家在茶水间读我, 是因为他进了周立珍的办公室, 看到了那个首饰盒。 跟盒子放在一起的, 还有我刚浇上去的六普地块策划书。 聪明如周立珍, 瞬间就猜到了真相, 他的脸色陡然暗了下去。 擦肩而过时, 他拽住了我的胳膊。 我们查清楚, 给你一个交代。 不用了。 我看着身上白衬衫的乌迹。 无奈苦笑, 正想进洗手间补救一下, 周立珍脱了西装外套, 就想往我身上披。 明月, 别着凉了。 一件带着体温的外套照在我身上, 我扭头一看, 是沈亿, 她抢先一步, 给我披上了衣服。 走吧, 宣讲门该开始了。 周立珍站在原地, 拿着西装外套的那只手无力低垂。 我知道, 她的目光久久追随着我, 但这一次, 我没回头。 我换上女同事的白衬衫, 上台做了宣讲。 宣讲很成功, 台下掌声如雷。 毕竟我操刀的这个户型, 实用率高达九成, 首创小户型挑高设计, 对刚需群体来说堪称完美。 周立珍坐在第一排, 我们看清她眼中的震撼。 毕竟过去的八年里, 她才是站在台上风光无限的那个人, 我是台下那个操心各种琐事的人。 没一结束, 周立珍想送我, 我扭头上了沈亿的车。 昏黄的路灯下, 她孤独的身影被无限拉长, 很快被夜色吞没。 我默默关上车窗, 沈亿看了看我, 笑着说, 她的确足够出色, 可惜不适合你。 我也笑了, 没错, 所以不必浪费时间。 没过多久, 周立珍来找我, 我早就搬了家。 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得到的地址, 我下班回家时, 就看到她站在楼下。 景城已入了冬, 她身上头上附着一层薄雾般的雪花, 也不知道来了多久。 我目不斜视, 龙锦大衣领子, 脚步没有停留。 她轻声叫我, 念念, 对不起。 我懒得听她废话, 擦肩而过的瞬间, 她拉住了我的手, 雨带恳求, 能不能给我一个补偿的鸡们? 我吃笑。 补偿? 怎么补偿?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首饰盒, 熟悉的刺目。 打开了, 却不是那对珍珠耳环, 而是一对月亮对戒, 镶嵌了璀璨的钻圈。 她小心翼翼地捧着对戒, 像捧着珍贵的物件。 过去我一门心思想着扩大周盛, 想着完成外公的遗愿, 我以为, 我的心里装不下那么多东西, 可你走了之后, 我才知道, 你对我有多重要。 我知道, 你从小没有家, 所以你才能这么痴迷设计房子, 设计一个家。 我也想给你一个家, 念念, 我们能不能从头来过? 周理珍目光灼热地看着我, 仿佛要把她那颗心掏出来, 摊在阳光下, 让我看清楚。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周理珍, 你真的很可笑。 我真心真意待你的那些年, 你半点真心都不肯付。 现在来我这讨真心, 你脑子进水了。 难道我张明月在你心里, 就是那种纸门在原地等你, 照之极来的货色。 你未免高估了自己, 也低看了我。 我张明月敢爱敢恨, 绝不吃回头草, 你趁早死心了吧。 我狠狠甩开她的手, 那对戒在空中转了一个圈, 一下子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 周理珍正正地看着雪地, 脸色一片惨白, 像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 过了好半晨, 她才回了魂, 眼角泛了红, 勉强勾了勾唇角, 全是无奈。 你这样, 让我怎么找啊? 我静止朝前走去, 听见她在后面虚弱的哽咽。 找不到, 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 我一步都没停留。 入夜, 下起了雨, 冷风吹的窗户哗啦响。 我洗完热水澡, 踢着玉袍去关窗, 却看见周理珍还在楼下。 她弯着腰, 赤着手, 在雪地里拼命翻找, 寒风七雨, 她的身影十分狼狈。 我面无表情, 关好了窗, 拉上了窗帘。 第二天, 我起床上班时, 她已经不在了。 下班的时候, 小琪给我打来电话, 语气卑微。 张柱, 周总高烧引发肺炎, 现在医院。 你能不能来看看她? 她睡了, 嘴里还一直叫着你的名字。 那是她活该。 以后, 有关她的任何事情, 都不要再跟我说。 在小琪的惊呼声中, 我挂断了电话。 我心无旁骛, 埋头工作。 这段时间, 我有个大任务。 顾可嘉不是个恋爱脑, 她看出周理珍的心在摇摆, 马上果断抽身离开。 顾笑爱女如命, 自然对周理珍存了不满, 原先的承诺便做了吧。 所以, 七里湖地块公开竞价招标。 沈亿告诉我, 七里湖地块由政府主导规划, 开发商发挥的空间不多, 互形设计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环。 只要我们的设计方案足够出色, 拿下地块的机门就大了许多。 毕竟钱不是问题, 周胜给得起的, 汉海也可以。 我为这个方案早已准备许久, 胸有成竹。 靖家们那天, 凭借超前的设计理念, 七里湖地块毫无悬念落入汉海手中。 周胜在景城的控制力, 开始分崩离析, 损失以异计。 庆功宴闹到了大半夜, 我被一众同事起哄着喝了几杯, 实在不胜酒力, 便找了个借口出来透透气。 阳台的风太大, 我吹够了风, 一转头, 却看见周理珍。 恭喜你, 念念。 她艰难起唇, 眼里是清晰的苦楚。 离开我, 你果然过得越来越好。 不, 不是你的原因, 你根本影响不了我。 我是因为我自己坚持的梦想, 才越来越好的。 周理珍还是不够了解我。 她不懂, 现在, 我自己就是翱翔蓝天的飞鸟, 不需要她的感情来证明自己。 再见了, 周理珍。 我与她擦肩而过, 朝阳出生, 明媚春光, 如期而至, 宛若心生。 真好。 真好。 周理珍 周理珍